MING PAO TORONTO DRIP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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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Cindy 素顏的我 对最近呢就是我的九招呢又开始有一点拉警报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是因为跟疫情有关系 因为疫情嘛然后大家是不是都要戴口罩 那其实九招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闷热或者是会流汗潮湿的环境 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的九招就又有一点压起来压起来 然后呢我就有在IG上面问大家说 我觉得戴口罩对你的皮肤有没有影响 那基本上有超过90%的人都是认为有一定的影响 就是有影响到他们的肤况 然后我就接着问大家说那你们觉得 如何可以改善这样子的肌肤状况 然后呢我就收到了非常踊跃的回答 你看这边 全部都是大家的回答 真的非常夸张 大家非常热烈的回应我 然后呢我统整了比较人说的方法 那第一个我觉得大家都蛮提倡说要早睡早起 然后多喝水 我觉得这个算是你养肌肤的一个不二法门吧 然后当然大家也有在说到说就是尽量不要化妆 可是因为你也知道 有明星就是有时候参加活动什么的不可能不化妆 一定还是要化一点底妆什么的 所以呢我就觉得不然我来试试看大家说的方法好了 就是这个早睡早起家多喝水养成正确习惯的一个让肌肤变稳定的方法 那这次的养肌C计划 No like Cindy 是收到Kurin的邀请 然后希望我可以用他们的保养理念来帮助养肌计划 所以呢我这一周间就是也会持续的就只有使用他们家的产品 因为大家还有多数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要 Less is more 你用的保养品其实简单就对你的肌肤越好 毕竟大家也知道我已经常年爱用他们家的卸妆凝露了 如果你有看过我的空瓶影片或是我的爱用品 他们家的卸妆凝露在我的影片当中算是 你知道出席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位学生 而且这个品牌专门就是为肝敏肌而生的嘛 大家也知道 他们就是主打成分无香料无色素无酒精 不会对肌肤带来过多的刺激 所以其实我自己这一周也蛮期待成果会如何的 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吧 虽然现在就是 已经有点晚了 不过我会尽量努力做到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 来试试看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时间是 6点13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想说要早睡早起 我也是定个10点的闹钟 结果6点 5点多就起来了 而且睡不着耶 我要来想一下 等一下到底要干嘛了 没想到一个太早起也是困扰耶 OK 先这样 今天是算是早睡早起计划的第一天吧 然后我刚刚不是说我莫名其妙5 6点就起来了吗 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有点 太多早起 所以我呢有稍微睡一下回笼觉 然后差不多睡到10点左右吧 对然后开始做一些琐事 然后还有一些影片过稿什么的 我就没有很仔细的录音 然后我今天呢 等一下就是要去一个咖啡厅 对 拆点看看 漂不漂亮好不好吃 然后咖啡厅之后晚上呢 又会跟朋友见面这样子 那今天的行程大概是这样 希望我今天晚上可以在 10点 你睡觉 睡觉 不要哭 他等一下就会走了 你在录影吗 对 为了要让我拍照 来吃这些 把肉粿自己收起来的 可怜啊 可怜 超可怜 好吃吗 好久 嗯 很熟 可以吃 可以吃 看不吃 好高 有了 超好吃 啊 不吃 有了 我想吃 很想吃 好吃到說不出法 放飽呢 一中再脆 嗯 非常的有口感 嗯 然後香腸呢 本身有點鹹味 因為跟芥末這樣搭配的一起 就是有點 鹹甜鹹甜的感覺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香喔 好香喔 大粗大粗 中泡塞 不過我的陽光焦掉 謝謝我欸 大家火不要開太大吼 是不是有人那麼猜酥奶 有你的已經 已經不是金黃色的黑加了 我的上面有個黑黑的 完蛋要焦了要焦了 是不是你剛剛焦 噴酥奶 哇 他說全家嗎 就是你家 大盤倒不行 可是我的手 喔好不好 我的手其實蠻大的 他的手 你的手比較 我的手 喔他比你的手大 但是我的手大 你的手太大了 對 我居然裹的欸 我居然裹的 這對你的手好大 大手 大手 我臭 什麼意思 欸你再多我一個指節 我多你一個指節 耶 現在已經到家 然後我剛剛卸妝是用這個 Current的卸妝凝露 這個就是我已經用過非常多次 也不是多次 我已經要用年來形容它 基本上我從大學 高中大學就用到現在了 這個凝膠呢 它的成分很溫和 然後它的質地呢 會很好的去溶解你的彩妝 我個人是覺得不太會擠壓到你的皮膚 就是你如果你的用量真的是照後面這一個的分量去使用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很輕鬆的把你的妝都溶解 然後不會有拉扯到肌膚的感覺 洗完呢 也不會有緊繃感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一樣敏感肌或是乾肌就非常非常適合 那這個潤淨保濕洗顏慕斯呢 我個人是覺得很適合懶人使用 因為它是比較泡泡類型的嘛 所以你那個綿密的泡泡一擠出來呢 你就可以馬上上臉 然後做一個洗臉的動作 我是不是勇嚴最辭 反正是你可以一擠出來就馬上洗臉 洗的當下不會覺得拉扯到肌膚 然後洗完臉也不會有緊繃感 因為其實像我剛剛卸妝完洗完臉啊 我還沒有上保養品 但是你看我現在臉也不會覺得很乾澀 對 所以我現在要來先來上保養 那保養的話我要用這個潤淨保濕深層露霜 那這個它一樣也是成分單純 那裡面的保濕成分呢 也可以好好的滋潤肌膚 這個霜狀的質地其實我自己用下來是覺得 其實不會太過誇張欸 因為我自己是敏感乾肌的關係嘛 所以其實我的用量還是蠻大的 然後它用完了也不會覺得黏膩啊 或是不好吸收 那我個人認為是兩個洗洩產品 就是你用完都不會給肌膚造成負擔 或者是有緊繃的感覺 然後呢它也不會洗掉 就是你皮膚原本的一些保護層 或者是皮膚本身的一些滋潤度 它就是很盡責的幫你把你皮膚以外的東西都消除掉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肌膚的平護力這件事情有沒有概念 就是其實我們皮膚有分很多層 然後如果你做好基礎的清潔跟保濕的話 它其實會讓你外面那一層的防護力就是越來越好 那等到你的肌膚有平護力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太需要用一些有的沒有的產品 那一旦你使用這種成分單純又好的保養品 讓肌膚的保濕度提升之後呢 其實慢慢的你的肌膚就會回到一個健康的狀態 那因為今天是算第一天嘛 就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的肌膚 之後再比對一下一個禮拜後 會怎麼怎樣 大家早安喔 現在是 早上10點25 我知道你們一定覺得也沒多早起吧 可是對我來講就是已經算是一個早起的時間了 I'm so sorry 然後今天本來下午要跟王晶錄影片 但是反正就是因為一些小察覺的關係 所以我們改到明天 等一下再看看今天要做什麼再跟你們說好了 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 我可能就是先畫畫手機什麼的 戴個床 然後再來跟你們說真的要幹嘛 我們來看電影 這裡是A13 然後要看重邪惡 原來個部份 都只用一個口罩 好厲害喔 空 眼睛好紅喔 你看外出都要戴口罩真的是 好大喔 剛剛看完 重邪惡 其實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這是不片的心得 一方面覺得 好像國片很棒 就是 有一直在發展 不同的類型 然後也有努力的 就是想要把它做好 因為 就可以看得出來是有用心的 就是有很多地方就會覺得 差強人意 我有把一些 條列式的心得放在 instagram的那個 現實狀態 放在這邊 我現在要去 睡覺了 大家掰掰 早安啊 今天是 禮拜天早上10點15 我剛剛去買了摩斯當早餐 然後要回來一邊吃 一邊看 Selling Sunset 買的是熱狗包 然後等一下 中午要去 運動 運動完之後王金會來我家 我們會來拍影片 我覺得Selling Sunset真的 滿好看的 一開始我朋友在看的時候 我還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但一看就發現 因為它不需要動腦 你知道嗎 你真的是隨便看一看 就OK 不需要花太多的心力 也不需要花太多的腦筋 好 好 好 我現在近期我輸掉我朋友朋友的薪水都比我高很多 他們有好多薪水的體驗 但是我高了一種狀況 是一種狀況是一種狀況 所以我就還是看著自己啦 好吃耶 Definitely 一種狀況這個是一種狀況 我們那種狀況 我去看應該是像我們白禮匠三個 還有白禮匠三個 我現在是東Bunk 夫妻大拉 是阿誰會點兜 一定要吃得很好吃 我剛剛也想要爆點菠袋 但是這個都買了 還是吃一點雞長的 吃到一半没发现要买 某某人都有贪心 因为装三个口味 四个口味 因为我想吃啊 又不想再跑一半 arte Take a part, take a part of me make it art so we can let it be hold me in your arms and make me feel like I'm the only one because I just need to be with you tonight you were like hello, hello, hello and I was like oh no oh no oh no I missed flying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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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m in trouble now and I'm in trouble now Now I'm singing like 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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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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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空八晚 今天要去看皮膚科 但是去看皮膚科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我的皮膚 並且我現在在養肌計畫 其實是因為我的嘴巴這邊 就是我不知道是唇顏還是什麼 這是第二次發作了 第一次 距離這次發作大概兩個禮拜 可是我一直不敢去確認 是哪一個唇膏害的 但是我心裡有一些名單 所以 就是我只能說 我不敢我不敢 但是我還在觀望中 所以不確定 然後 剛剛有去做SPA 然後SPA也是跟我說 我要多喝水 所以我們等一下 看到Seven就去買水 今天目標喝2000cc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可能 OK,Let's wait and see 這個月 再放在一起 還有很多水 如果我先吃到 我會不會吃到 這個月 就不會吃不到 然後再煎點 然後再煎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我第一天的皮膚跟现在 我觉得这一块的九招其实改善非常多 因为原本这边呢其实是有长一些秋枕的 可是它现在摸起来是没有那么凸的 我觉得除了早睡早起 然后多喝水之外 你要用温和的洗洩产品跟保养品也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前几天有讲到平护力这件事情嘛 就真的是你皮肤如果做好基础的保湿 你的肌肤就会越来越健康 因为透过那个问答 我知道有很多跟我问题一样的人 所以我想要邀请你们就是一样跟我加入 科润的养肌C计划 那其实不管你们是要早睡早起多喝水啊 或者是多运动啊 或者是多吃维他命C 然后或者是等等等等 任何样的计划都OK 因为最近屈臣是有一个医美精品商 所以呢你趁现在购入科润他们的产品 一起搭配使用是最最最最最划算的 今年科润他们呢也有推出超多优惠组合 就千万不要错过 然后呢有特别为大家争取到 就是为大家看到现在的你们争取到一个福利 就是秋无奖 只要在下面留言你戴口罩最困扰的肌肤问题 我就会抽出两组科润的养肌Bounting 对是不是非常的Bounting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要去吃早餐 诶 丹鸦SKRSKR 好啦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